现在是8月14号傍晚5点半 我们整装待发 准备前往犹他 克罗拉多 还有怀俄明州 越野 以及国家公园 一周游 我们这次要开着路虎出去 一来考验一下它的越野性能 二来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啰里巴索也是带了一堆东西 不过不得不说 这个车真的是太能装了 祝我们一路好运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上90了 感觉因为今天是周五 现在逃离城市的人 都在高速上 那上面有拖着房车的 前面还有一个拖着船的 翻过了90高速的山口 算是就要穿过卡斯卡德山脉了 再往那边走 就是东部的一片平原 开到这边来就已经和华盛顿州的高山彻底告别了 我们不久就要拐上南下的82号公路 今天晚上的目标是跨过华盛顿州在俄勒岗先住一晚 这样明天就能够更快的到达盐湖城 现在我们已经拐上了82号公路 就要往南经过亚基马 然后再经过哥伦比亚河 进入到河勒岗 翻上了他们那座大山 看到前面真的是一望无际的丘陵 我们已经经过了亚基马 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 再过一会儿天就要黑了 今天晚上应该是要摸黑的到俄勒岗住酒店了 经过了一晚上的长途跋涉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俄勒岗与华盛顿州交界的酒店 这是疫情以来 我们第一次出来住酒店 我这一路基本上定的都是这种大型的连锁酒店 所以说应该卫生状况还可以吧 不过我们也都做好了准备 带了自己的消毒用品和床单被罩什么的东西 疫情期间住酒店必须要自我消毒 我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台子都用消毒酒精棉擦过一边 现在再喷一点 疗胜于无的喷雾 不不不这个是专门给纺织品消毒的 这个国内疫情刚开始美国还没有的时候 这是美国代购畅销的一款 今天早上一早起来 一整天还有将近十个小时的路要赶所以说赶紧装车准备出发 昨天只带了一些必要的东西进到旅店里面 今天只需要把它们塞到车里就行 幸亏我们这次开了一个大车出来 要不然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塞 疫情期间酒店的早餐就是这样的盒饭 不过这也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便利 我们可以这一路上边开边吃了 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俄勒冈进入爱达河 路边的牌子写着 离开俄勒冈了 跨过了这条河 就算是进入了爱达河州 爱达河州最出名的是什么呢 土豆 麦当劳的薯条的大本营 都是产自爱达河州 川总2020 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爱达河州的首府 Boys市 就在这个荒芜人烟的中间 有这么一个中型城市 但是这座城市呢 还是一个大公司的总部 就是美光公司 你们用到的内存条 存储卡 好多都是美光公司生产 看样子 路边发生过火灾 他们在那浇水 但是这是马路对面的 为什么影响到我们这边呢 那么消防的车倒是很帅 一个越野的皮卡 后面还驮着一个摩托 一路不停的开了将近五个多小时 快六个小时的车 现在到了爱达河和尤他 不对是爱达河和内华达和尤他交界处的 Twin Force这个小镇 在Costco加个油 等着在麦当劳拿点吃的 然后还有三个多小时的路才能到 盐湖 今天晚上在盐湖拍日落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爱达河州 下一站 内华达 进到内华达州之后 这是他们州每一个临近边界的小镇 特色 就是立刻都是赌场 其他州想要赌博的人 只需要跨过州径 就立刻有很多的赌场可以赌博了 现在我们拐上了八十号公路 现在开始一路向东 再往前就要到达大盐湖了 不过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可以看到路边有一个小龙卷风 它还没有连到天上 很小很小的一个龙卷风 哇 翻过来之后 前面就可以看到是 内华达州和尤他州交界的小镇 再往前 就是一望无际的大盐湖 拜拜内华达 下一站 由他 刚才小小的从高速公路中间穿了过来 节省了一个小时 可以很充裕的 玩这个大盐湖了 哇 真是太棒了 先拿无人机飞一个 I'm holding on for you to come around I've waited for so long I've run the ground I feel I'm burning up inside Oh hear me crying I feel like everyone's alive And I am dying 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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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Cause you are all I need 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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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he reason I'm brave The reason I'm brave The reason I'm brave 達sey-i-een-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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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ed world 存在奢 size的 Ricky Bros. 环子野 indirect哈盛 开了整整一天的车 11个小时 近1000公里的路程 有我一个人 完全开完了这一段 人几乎没有歇 车也几乎没有歇 可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考验 感觉开车的功力 没有比当年减弱多少 开这一天的车 因为是这个车 开着比较舒服 所以说并没有觉得很累 明天继续开 开到Montab 在Montab可以住两天 稍微修整一下吧 我们又是拖鞋一家人 穿拖鞋住酒店 方便 好